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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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集說到 烈火奶奶為了自己開心 她拍電影出來 已經不知道自己在拍什麼 總之求求求其其 放了姨姊的畫面下去 隨便出街 或者拍完求求求其其 塞去垃圾頻道賣就算 不妨不妨拍下去吧 OK! Action! 拉住了 我們分手了 我們不適合的了 我不想 我是一個失手 我注定要隱藏身份 我們一起 很幸福的 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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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們叫什麼Cut 我是導演 我不說Cut 全世界肺炎都不能Cut 這對白 鬼五雅六 誰寫的 我不讀 你懂什麼 這麼好的東西 麻煩你用心做好它 八神經 都不知道 不看不信 都叫有內涵 你當我的粉絲是什麼人 你真的不適合做導演 跟我找個專業 跟你說 你太過分了 你氣死我了 那也對 很多東西都是說適合和不適合的 做手術就更加一樣 好像做微創手術一樣 我們有部份的病症選擇做微創手術是更加適合的 病人在選擇的時候就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其實醫學的發展 我們目的都是為了病人有更好的醫治成效 減低病人的痛楚 所以古語都說得對 我們醫者是真的父母心的 你幹嘛又出現啊 你不要在這裡搞破壞啊 我這套戲準備參加金草妹的 什麼不合適啊 參賽 哈哈哈哈 有什麼病是比較適合的 有啊 痴瘡啊 其實都不單止限於這個腸胃檢查 切除粉扭 痴瘡這些小手術的 有時反而微創手術 應用在一些比較嚴重的病人上面 他的效果和作用就更加大了 舉個例子 例如一些腸胃的腫瘤切除 一些空肺的手術等等 很多時候這些患比較重症的病人 本身他的身體情況都比較虛弱的 那麼醫生都想利用一些微創手術 對他的身體的情況影響減到最低 所以評估過又覺得可行的 我們就會建議做微創手術的 醫生就是人心人術了 加油 唉 手術呢 哪些要做微創呢 我就不知道 我也不理的 麻煩你趕快幫我拍一部電影 不然我馬上重創你兩個 拍就拍啦 快點啊 趕快下班了 唉 預備 預備 Action 啊 什麼 什麼事啊 導演啊 燒了Fuse 充電了 蛤 那我怎麼辦啊 好耶 下班 啊 那我怎麼辦啊 如果大家對大腸鏡或衛鏡有任何疑問 都可以留言問一下他們的 做一個比較會 喔 就算了 好